最近有网友给主播说三农留言 说自己买到了一种叫做金锡梅的水果 想问问这是啥东西 主播说三农一说你就懂 金锡梅是梅还是杏 公布答案都不是 那它有营养吗 这个暂时存疑 最后一道题 它是干果还是鲜果呢 答案还是都不是 那么金锡梅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红里透是黄 黄里果是红 通透鲜艳 各个圆滚滚 齐整整QQ弹的感觉 在饭店门口景区周边 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你肯定见过 我好奇尝过 吃到嘴里头 厚甜 皮脆肉弹 有一种塑料的口感 这真的是水果吗 查查 金锡梅 其实是用小桃子做成的 问题来了 哪来这么多小桃子 来做这金锡梅呢 说到这儿又得讲讲桃子种食了 要想桃子长得大 就必须在种桃子的时候 进行输果 就是把桃树上比较小的桃子摘掉 只留那个少出大一点的桃子 这样保留下来的那桃子 才能长得更大更甜 所以说摘下来的这些 肺品小桃子 就成了加工金锡梅的原料 没长成的桃子能好吃 所以为了让它们变甜 变红 变好吃 你猜猜里头加了多少添加剂 如果再看见有人卖这玩意儿 可以走上前问他 这是不是废品小桃子做的假水果 看看他啥反应 当然了 他也有可能不知道是从哪进的 还会感谢你给他科普呢 大家有各种关于农产品的疑问 都可以到各平台去搜索 主播说三农 咱们经常约